我们来看一下在金融连环报的最新情况 上个星期瑞士信贷爆发危机 周末的时候由政府出手叫做强迫抢婚 周一全球金融市场开牌前促成了瑞银集团 以30亿瑞士法郎收购瑞士信贷 以免引爆全球的市场崩盘 不过瑞幸的价值160亿瑞士法郎的一个次级债券 遭到注销沦为壁纸 美国联储委会也开始联合世界五大央行提高美元的流动性 避免市场出现增强美金的现象 周一的欧股一开盘 瑞幸的风暴依旧冲击 瑞幸股价暴跌63% 出手救援的瑞银大跌了14% 为了遏止金融危机蔓延 瑞士当局周末再出手 促UBS瑞银集团以30亿瑞士法郎 相当台币990亿 紧急收购规模较小 陷入困境的对手瑞士信贷 因为瑞幸向瑞士央行借500亿瑞士法郎的计划 仍无法缓解市场焦虑 拥有167年历史的瑞士信贷 是全球30家系统重要性银行之一 这场瑞士银行业历史性止婚 让瑞银必须承担瑞幸54亿美元的投资损失 不过瑞士政府也提供96亿美元担保 以及1080亿美元的流动性支援 以防自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以来 最大银行业破产 尽管瑞银董事长说很高兴 但其实这场收购是不得不 因为瑞士政府央行和金融市场监力局得出结论 瑞银接管比瑞幸倒闭要好 这两家银行资产总和相当瑞士GDP140% 合并后将让瑞银成为瑞士唯一的全球性银行 瑞士经济也将更仰赖这唯一的代方 不过投资人显然不买单 周一欧洲股市一开盘 瑞士信贷股价立刻暴跌63% 瑞银则重挫14% 欧洲银行业指数也跌近5% 不过瑞士民众似乎老神在在 瑞银董事长表示 收购后将砍掉瑞幸大部分投资银行业务 瑞士经管单位也决定 瑞幸约160亿瑞士法郎的AT1 额外一级资本债券将检记注销变壁纸 让一些瑞幸债券持有人变大输家 收购案底定后 美国联准会随即宣布 联合加拿大英国日本欧洲和瑞士央行 提高美元流动性 换汇操作频率将从每周增加到每天 至少持续到4月底 防止市场争抢现金 瑞士银行业火在烧 美国银行问题也还没解决 尽管上周11家银行 注资第一共和银行300亿美元 但周日仍遭信贫机构 标普全球降为垃圾等级 周末传出股神巴菲特 开始与美国官员讨论银行危机 但至今尚未出手 美国两家倒闭的银行 目前一家有人愿意接受 纽约社群银行表态愿意买下 标志银行的存贷款和40家分行 但另一家矽股银行还没找到买家 高盛现在预估因银行业问题 美国有35%的可能在未来一年进入衰退 比危机刚开始高了10% 周一瑞士信贷在亚洲主要分行 仍照常运作 但雅股对收购案和六大央行措施同样不捧场 日经指数中场下跌388点 收在26945点 是1月23号以来最低 港股也大跌517点 跌幅达2.65% 台股同样震荡小跌 请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